中興新村公有宿舍 目前居住率大約僅有20% 而且多數的居民都為獨居老人 議員曾正妍接獲民眾的陳情 特地前來關心獨居的民眾 議員表示 一個獨居老人 他那年已經將近90歲了 真的是自己一個人住 也是相當的可憐 希望說他的祖女 能夠常常回來來關心他 因為老年人就是需要 只要子女的關愛 尤其目前的話 我們這邊中興新村 獨居老人相當多 還好我們的紅石智慧 時常來關心 關心我們這些獨居老人 希望說 我們政府能夠特別重視 這個獨居老人這個區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 大眾的關心 因為宿舍群的住戶已經逐漸凋零 加上許多人的子女都不在身邊 議員除了呼籲 相關單位要介入協助之外 也呼籲民眾要發揮關懷的精神 互相照顧 才能降低獨居的危險 所謂的遠近不如近臨 像我們這個 235號這個老先生 他對他也是相當的照顧 他剛剛就打電話給我 就反映到237號 他自己一個人住 到了半夜的時候 就會大聲的大聲的大聲大火的 影響到9月的時候的睡眠 能夠來跟他關心 跟他嵌討 在此呼籲我們中心新村的護老 護老的長輩們 能夠共同發揮 左臨右手的這種關懷的心情 來互相的照顧 中心新村獨居老人的問題相當嚴重 相關單位應該擬出解決的辦法 例如透過遠距醫療服務設備等看護方法 降低獨居民眾的生命安危 米奇文檢育芬南投採訪報導